朱元璋杀尽所有功臣,为何独留汤河一人? 朱元璋杀功臣这是所有人都知道,而朱元璋的所作,所谓也让大家再次地看到了半君如半虎这句话,是多么的实在可是在朱元璋杀尽功臣之时,却独留一人,那人就是汤河这是为何朱元璋,为何唯独把这个姓国公汤河留下来想当, 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几乎被他斩尽杀绝许达、李善长、刘姬、胡文庸、蓝玉、叶生、冯胜、宋连、傅友德 唯独信国公汤河能幸免于难,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唐河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朱元璋与他是发小从小在一条街上长大小时候的唐河,便表现出了领导才,能与其他小孩子一起玩闹时,总是做老大带着他们骑马射箭长大以后的唐河身高七尺,性格沉稳善于谋略。 1352年唐河参加了郭子兴的红金军,很快便被封了千户之职,随后唐河写信给朱元璋邀请他来参加一军朱,元璋入伍后因公升职封为镇府职位,在唐河之上1353年唐河跟着朱元璋进攻大红山,攻向了除州被收为管军总管。 后来他又跟着朱元璋去打祸,州当时很多将领与朱元璋都是同辈不肯听从朱元璋指挥独汤伙,虽然比朱元璋还大三岁,但还是恭敬地听从朱元璋指挥朱元璋, 对此非常高兴大概汤伙与朱元璋从小一起长大早已发现他并非池中之物,所以对他百般轻松这种相处模式一指。 到朱元璋登位1368年朱元璋登位准备大封功臣,朱元璋并没有相对其他人一样封汤河未功,而故意将他一等为侯,但汤河不汤功也不发牢骚继续,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 在众多高级将领中,汤河第一格,自请解除军权,他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对朱元璋,说陈年事已高,不能再指挥军队持场战场了,希望能返回故乡为将来死,去找一片容身之处朱元璋同意要解除了他的兵权,还下令立刻拨款在老家,奉养给汤河修建府邸,当时明朝所面临的外患, 主要是沃寇经常骚扰沿海一带。 朱元璋对此很头疼,他把汤河召回来,让他前去解决此时汤河到达沿海地区,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决定地将这沿海一带修筑五十九座城,来防范。 沃寇一年后,五十九座城建好了汤河变返京复命,这时凤阳新宅,爷也建成汤河带着妻,子儿女去向朱元璋辞行朱元璋,赐他三百两黄金,二千两白金,三千钉纸钞,四十多套彩币。 对汤河的夫人也是多次下诏褒奖赏赐物品,不断从此以后汤河每年一次上,经觐见皇帝汤河辞官回乡以后,朱元璋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朱元璋安排了部,少耳目去监视他他的一举一动,每天都有人上报道朱元璋那里汤河每天游山玩水喝酒下棋,从来不和地方相身结交,也不谈论国家大事。 他还严格要求子女,遵守法纪渐渐的朱元璋对他放心了汤河懂得急流勇退在功臣名秀,未及人臣时他选择了归隐,实在不能不说汤河非常聪明,他懂得揣摩皇帝心,思懂得自保这大灾是他能得以幸存的原因。 汤河简介汤河,1326年1395年,自顶陈跑周中立人,金安安徽凤阳汉族明朝开国公陈军事将领汤河为人谨慎。 陈敏多志,1352年,元智政12年,参加郭子兴起义军寿千户,在随朱元璋渡长江,战级庆金南京,取镇江,出战中屡破元军内功,升统军元帅。 1357年,元智政17年,镇守长州多次击败张世成部1367年,元智政27年,为征南将军在浙东击败方国真部,而后率部由海盗入福州,俘获占据严平金福建南平的陈有定。